为聆听市民声音 化解香港经济的社会风波 9月26日晚上7时 香港特区政府首场车区对话 在湾仔伊丽莎博体育馆举行 150名将抽签选出的市民代表 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关林郑月娥面对面对话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和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一同出席了当天的社区对话 林郑月娥表示 过去三个多月 无论什么身份 什么立场的人 都感到痛心 焦虑 甚至愤怒 香港社会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政府有责任处理 对话不是公关伎俩 而是寻求改变 去到这一步 我们都认为 是突显了香港 真的有很多其他深层次的问题 无论是在经济 政治 或者民生方面 就用我们一起的努力 去解答这些问题 所以对话的目的 不是为了对话 不是一个公关的伎俩 是要寻求改变 而寻求改变的目的 就是令到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热爱的香港社会 能够变得更加好 无论在各个方面 可能这个改变是需要时间 但都要开始 针对部分市民关注的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问题 林郑月娥指出 特区政府也都在不同场合回应过这一问题 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考虑了很多的因素 认为这项工作应该交给监警会 7月初已经讲过 监警会会在6个月内提交报告 不会拖延 为了加强监警会报告的公信力 特区政府特地聘请了海外专家 参与其中的工作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而法治里面是黄黄相扣的 希望市民能够共同维护香港的司法制度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而法治里面是环环相扣的 有朋友提过 法治不单止是市民要守法 执法机关 在执法的过程里面 都要守规守法 所以当我是支持我们的执法机关工作 不是等于 我容许他们不守规不守法 希望大家这个可以理解得到 我是支持一些机制 因为这些机制就令到香港的法治 可以稳固地发展 但如果在这些机制里面 有些人 是不守法不守规 我们是一时同仁 这样来处理 林郑月娥认为 过去政府在聆听青年人的心声方面 做得不够充分 希望青年人能够静一静 给政府一个机会 让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 不断升级的暴力 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都希望我们的青年人 都静一静下来 给一个机会 我们去聆听他们的声音 因为暴力不断地升级 受伤害的 不但只有他们自己 也都包括执法的人员 也都包括整个香港社会 林郑月娥指出 香港的优势仍然存在 希望市民对香港及特区政府有信心 特区政府会处理当前面对的困难 与市民一起走出困局 令香港争取回应有的地位 和国际社会认同 就有市民在发言中 表示认同一国两制 林郑月娥听完发言后 深受感动 她强调 只要香港全面准确落实 一国两制 香港仍有前景 一国两制没有变质 但有底线 呼吁大家尊重一国两制的底线 令香港的制度 在一国两制之下得以保存 林郑月娥强调 特区政府有信心 也都怀着责任感 去回应市民的诉求 尽量去解决社会问题 无论是白在眼前的问题 或是将香港交给下一代的时候 可能面临的问题 政府关心香港社会 关心每一位市民 今后将进一步聆听市民的声音 与市民展开真诚的交流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可以说一件事 再次选一步 好了